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驱逐吴正克 爱荷华一高中发生枪击案 现场大量急救车 33周报告高水平流感病例 恐持续好几个月 记者之机 仇亚骤检 纽约仇恨犯罪现状 看节目同学 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前总统川普在周三的一篇专栏文章当中 誓言要利用一切资源 结束拜登政府的开放边境政策 大量驱逐无证移民 并将利用一项225年历史的法律 将一次帮派成员和毒贩赶出美国 2016年首次竞选总统时 川普的坚强承诺和强硬移民立场 为他赢得了支持 同时引发争议 他在2024年竞选的计划将更进一步 可能使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更难进入 并留在美国 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前的最后几周 川普在当地媒体 德媒英纪事报发表专栏文章 描述了美国当前面临的移民危机 包括11月创纪录的越境人数 他将其描述为入侵 据报道 去年11月有25万人次非法越境 官员们透露 这一数字在去年12月超过30.2万人 创造了单月最高越境人次记录 这也是这一数字首次突破30万大关 文章当中 川普提及了他任内的多项限制移民的措施 包括建造了500公里边境墙 结束抓了就放 与中美洲国家达成留在墨西哥协议 他批评称拜登上任之后取消了边境墙 撕毁了庇护禁令 开始用纳税人的钱将数百万移民重新安置到美国社区 川普承诺他上任之后将立即终结拜登的开放边境政策 立即恢复他在任时期的边境法规 川普承诺要调派联邦各机构的执法人员进行移民执法 并调动一切资源实现大规模驱逐移民的目标 文章补充说他还将援引外国敌人法将已知或疑似的帮派成员 毒贩或者是卡特尔成员驱逐出美国 据报道外国人敌人法起草于18世纪 是臭名昭著的外国人和煽动法的一部分 罗斯福总统曾在二战期间基于同样法律起草行政命令 驱逐并扣留与美国交战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公民 1918年修订的法令规定在美国与任何外国或政府宣战或发生任何侵略或掠夺性入侵的情况之下 政府将有权驱逐敌对国家公民 目前尚不清楚当美国没有与移民的原籍国发生战争时 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宪法 川普近日升级了反移民言论 包括声称吴正一名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 该说法遭到了拜登竞选团队的迅速批评 将之比作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纳粹言论 川普在爱荷华州主要报纸上发文之际 拜登正准备加强自己的竞选活动 他计划于周六在宾州发表演讲 将川普描述为对民主的威胁 来关注一起最新的校园枪案 爱荷华州佩里市警方表示 周四该是一所高中发生了枪击事件 截至目前多名执法官员已经证实 爱荷华州达拉斯郡的佩里高中发生的枪击案当中 枪手已经自杀身亡 疑似为一名学生 此次事件造成三人受伤 包括两名学生和一名管理人员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达拉斯郡警长 英方特表示 目前现场已经被控制 公众无需再担心安全 警方正在积极调查事件的原因和过程 据了解枪击案件发生在佩里社区学区冬季假期结束之后 第二学期的第一天 仅临1月15号即将举行的 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之前 英方特补充说 在枪击事件发生时 学校尚未正式开课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幸运的是当时校园内学生和教职工较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件的影响 据他透露 当地时间早上7点37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告称高中发生枪击事件 警官在短短7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发现了多名枪伤受害者 医疗急救车队和直升机迅速包围了中学和高中的校园 一名白宫官员透露 总统拜登正在密切关注爱荷华州枪击事件的最新发展 来关注公共卫生方面的消息 随着孩子们在劫后返回学校 人们回到劫后的日常生活当中 医生们警告说 在一些州特别是在东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 将度过一个艰难的流感季 目前已经有33个州报告了高到非常高的流感养病例数 自10月份流感季开始以来 已经有大约4500人死于流感 其中包括20名儿童 新阿尔良大学医学中心医疗急救服务主任大卫杨兹说 路易斯安那州的流感疫情在感恩节前后开始蔓延 该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它的危重病人当中约有20%是患流感 杨兹警告说 其他州应该为流感做好准备 这种病毒与新冠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毒 同时迅速传播 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一些州的流感报告已再增加 去年的这个时候 流感病例已经达到了顶峰 并正在下降 而现在流感水平在新一年里继续稳步上升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 本季度至少有710万例流感病例 其中7.3万人住院治疗 在截至12月23号的一周之内 至少有14732人因流感入院 中美通讯无限畅达 限时八折优惠 手机APP随时收发中国短信电话 30天试用 快拨打877-482-5522 养子健身 法拉盛首家顶级华人私教健身俱乐部 欢迎预约参观 想免费全身体测评估报告 太平洋抽油烟机圣诞大减价正在举行 优质抽油烟机最多减400 还送6份精美赠品 纽约市提供免费安装 继续来关注哈佛大学校长辞职事件 在宣布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第二天 克劳丁·盖伊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当中 为自己辩护 盖伊说他于周二辞去了 仅仅担任了6个月的职位 以阻止政治煽动者利用他来破坏 哈佛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 自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 盖伊一直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 包括他对校园反犹太主义的处理方式 以及他过去一些学术著作当中的剽窃指控 上个月盖伊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 在众议院委员会作证之后 共和党人要求他辞职 盖伊说他在作证时 掉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陷阱 他写道是的 我犯了错误 在我对10月7号暴行的最初回应当中 我应该更有力的表明 所有有良知的人都知道的一点 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 试图消灭这个犹太国家 他继续写道 我掉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陷阱 我没有清楚的表明 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 是令人憎恶和不可接受的 我会使用我掌握的一切工具 来保护学生免受这种仇恨的伤害 盖伊说他收到了仇恨的种族主义信息和威胁 他写道 我的收件箱里充满了谩骂 包括死亡威胁 我已经记不清被骂了多少次 歧视非议的词了 他还警告说 针对他的运动 不仅仅是针对他或哈佛 自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数量骤增 引起纽约华人的一度恐慌 纽约市警当时也特别建立了 仇亚犯罪小组 如今新冠疫情已经过去 巴以冲突成为民众观众的焦点 随之而来的 针对犹太裔的仇恨犯罪数量 大幅增加 这让纽约市整体的仇恨犯罪数据 仍然维持在了历史高点 本台驻纽约记者郭毅 周二对纽约市警仇恨犯罪小组的 指挥官马库斯进行了采访 让我们请他来聊一聊 纽约市仇恨犯罪的现状 各位你好 过去的近三年的时间里 你报道了很多 关于仇亚犯罪的相关案件 那周二你在与市警的仇恨犯罪小组 指挥官的采访当中 都谈到了哪些内容 仇亚犯罪有减少吗 思思你好 是呀在过去的两三年中 尤其是21年和22年的时候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是层出不穷 不管是言语上的嘲讽 还是肢体上的一些伤害 甚至有很多起 都是夺走了多位华人的生命 那现在想起来 仍然是觉得非常的悲伤 就马库斯在采访时说 2021年是有史以来 纽约市范围内仇亚犯罪 数量最高的一年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在之后的两年这个数据是一直在下降的 但即使到了现在 整体的仇恨犯罪数据 仍然没有低于2019年 也就是疫情之前的水平 那从仇恨犯罪的整体数据来看 仇亚犯罪在2023年共有45起 那相较于2022年的89起 是有降低了大概50% 但另一方面 因为巴以冲突的关系 针对犹太裔的仇恨犯罪就大幅的激增了 那从10月7号之后 相关的报案就有230起之多 那去年整年 针对犹太裔的仇恨犯罪比例 是比2022年激增了50%的 那在我们以往的报道当中 经常会听到警方说 警方不认为该起案件是仇恨犯罪 那么警方判断仇恨犯罪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啊 在华人社区中呢 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 所以我也就询问了马库斯这个问题 那他说呢 纽约的刑法对于仇恨犯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那其中案件是否为仇恨犯罪 是取决于犯罪者对受害者身份的认知是怎样的 那与这个受害者实际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 那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袭击你的动机 就是因为你是亚裔犹太裔或者你是LGBTQ等的人群啊 那即使你可能根本不是其中任何一类人 但是这很大程度上也会被判定成为仇恨犯罪 那这也就是仇恨犯罪调查的独特之处啊 就是一定要证明犯罪的动机了 那马库斯还说啊 对于犯罪动机的调查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 他们要做非常全面的审查 不仅包括事件本身啊 比如当事人是如何相遇的 那还要深入的调查他们的背景 那比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过去发布的内容啊 他们的个人案底啊 还要调查犯罪者是否一直针对同一类型的人进行犯罪等等吧 那经过这些之后呢 最终才能判断犯罪者的作案动机 那之前呢也发生过 就是仇恨性质的一些词语的嘲讽辱骂或者是诽谤等的案件啊 那马库斯表示啊 那这些仇恨词语 它其实是并不构成仇恨犯罪的 那即使是仇恨言论呢 也是言论自由 是受宪法保护的 只有类似的言论呢 加上另一种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 才有可能构成仇恨犯罪 嗯 那过去一年啊 这个仇恙犯罪的案件是有所降低的 那这只是因为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了吗 这一点呢 马库斯有提到啊 之前的那个仇恨犯罪过分猖獗 其实也间接对亚裔民众的生活习惯造成了影响 那以前呢 亚裔民众会比较害羞啊 忍气吞声 害怕接触警察 不敢报警等等啊 那这些案件的发生呢 也是间接的在警方和亚裔社区之间 建立了一种沟通的桥梁了 让警民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 有更多的人在遇到事件之后会选择报警了 这也许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警示 也是变相的呢 可能控制了这个仇恙犯罪的发生啊 嗯 那我记得啊 21年的3月末啊 警方是特别成立了仇恙犯罪小组 那案件数量呢 也有所降低 那这个小组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那这两年呢 市警各部门呢 都有遭遇到这个经费削减的问题 不过马库斯说啊 仇恨犯罪组是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 不仅如此 之前兼职负责仇恙犯罪小组的警员们 还被完全的调了过来 全职的负责仇恨犯罪的调查工作了 那其中的亚裔警员们呢 也能够更全面的调查 完整的一个仇恨犯罪的过程呢 成为呢 这组的一些精英们了 那整个部门呢 都是更加稳健的运行了 嗯 那我们知道 虽然这个丑压犯罪的数据在走低 但是目前呢 华人社区的各类的其他的案件 还是屡见不鲜啊 比如说爬窃啊 骚扰啊等等 那警方在这些方面有提到些什么吗 没错 其实在此之前呢 我也报道过 纽约市警在如法拉圣 缅街之类的人流密集的路段呢 部署了专门反爬窃的便衣警察 那他们说呢 很多爬手会从其他地方过来 来到华人社区犯案 因为他们觉得华人好欺负 更容易下手 这可能是在华人 在其他族裔的犯罪者 或者眼中留下的一个刻板印象吧 那尤其是呢 再过一个多月呢 就是农历新年了 会有不少华人身上有现金啊 红包等等 那警方也多次传达过 说希望华人民众呢 可以提高警觉 将钱包啊 手机等贵重物品 最好要放好 勘言 好的 感谢郭亦啊 分享了目前的这个仇恨犯罪的最新状况 我们也期待你的持续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 再不见不散咯 郁卫生行 美国花旗生 中国自由行 美国下单 中国收获 花旗生中美陆陆通服务 八年信心满意保证 中港美专卖店提供专业服务 接受官网下单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 请电陈静 917 699 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 785 8080 718 785 帮你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